现在是8点18分 开灯 今天请得早啊 一会儿去外边看一下窗帘 看看能不能买到窗帘 这个前面的窗帘好买 这个窗帘好买 就是这种窗帘 不太好买 因为上面有那种挂钩的东西 一般的地方买不到的 一会儿看一下 这个桃子是我之前在 广源保伦镇买的 一块钱一斤 这边的老乡种的 应该是没有农药的 挺好 看一下我昨天的露营地 这是我露营的环境 停在路边 比较吵 但是比较安全吧 这边又下雨了 一大早就下雨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四川省绵阳市的紫童县 一会儿收拾一下 出去吃个饭 新买的地毯 看着顺眼多了 这个地毯很漂亮 花了22块钱 对 小小很乖 干嘛呢 小孩 像木偶一样一动不动 你看 像毛绒玩具 把窗帘打开 看看外面 昨天晚上特别饿 然后 车里边发了半天 没有补给 找到一包这个 吃的这个 我没有那个 风口气啊 然后 拿这杯子压一下 不然这个 今天肯定就受潮了 刚才突然想起来 这个水已经 接了好几天了 之前接的热水 还剩一半 没喝完 我估计 再放的话 都有味道了 把它用着洗脸吧 不然浪费了 我觉得开房车旅行 跟住宾馆旅行 最大的区别 就是安全感 心底的那份安全感 就是开着车旅行 家不变 景在变 我无论走到 任何一个地方 这都是我的家 车就是我移动的家 但是住宾馆的话呢 每天需要 住不同的宾馆嘛 就感觉人没有归属感 没有安全感 准备倒水洗脸 刚收完牙 再接一点凉水 就可以了 看看这边的录影地 还在下雨 昨天晚上这边的地形 我已经考察过了 前面就是有卖窗帘的 然后这边也有一家 一会儿去看一看 拿着俺的雨伞 出发 吃早饭 出发之前 差点忘了一件事 把这个两个窗帘装起来 正好 去窗帘那个店 看一下 装在里面 OK 一会儿行的话 直接就把窗帘给定了 准备出发 小小在车里边乖乖的 小样你看 原地待命啊 坐下 坐下 你看 他知道 他即便是坐下来 我再让他坐 他还会动的 坐下 坐下 好孩子 走了 这家等我 猜看到马路对面就有这个小吃 吃个早饭 点了一份烧鱼饵 八块钱一碗 没吃过 尝一尝 刚才老板听错了 那个锅炒了一份这个剃骨肉 应该是拌的吧 看得非常棒啊 食物一份 嗯 太好吃了 凉拌的 好香啊 好 太棒了 我决定了 晚上还要来这边吃 太香了 这真的是无心插柳 发现一个好菜 哈哈 我本来是点了这个 我后来不要这个 我点的烧鱼饵 结果老板两个都过做了 烧鱼饵还没做啊 然后我就说正好不要那个了 这个真好吃 好香啊 里边有芹菜 有花生米 这是什么 有什么瓜吧 太棒了 把它烫刚才倒里边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四川菜啊 太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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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